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印尼旅游部长阿利夫上个星期就发声明宣布 根据国际调查机构Gallops发布的2018年法律和秩序报告 印尼在安全方面是得到89分 是排在第9名 而且这个排名是甚至比丹麦还要高 不仅如此 英国的旅游网站Ampherson Travel 之前发布了女性单独旅行安全水平的指数排行榜 印尼也是被列为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第5名 是排在日本 法国 西班牙和美国之后 印尼旅游部就赞赏 这个成就就是当地人民跟警察共同努力的成果 尤其是当地有一个特殊的单位叫做旅游警察 他们可以迅速地处理危机 并且经常提供有关印尼旅游安全的信息 大大提高了民众跟游客的信心 那来看这个名单上的其他排名 其中最靠近我们的新加坡 是毫无悬念的拿下了第1名 排在第2是挪威 接着就是冰岛 芬兰 乌兹别克 还有香港 接着就是瑞士跟加拿大 而值得注意的是排在印尼之后呢 还有全球最安全的国家第10名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治安国人不好的国家 那就是埃及 那到底这份报道的统计标准是什么呢 其实它主要是参考当地居民对这个国家的治安信心度 而参与调查的是有接近15万人 那民众对于印尼的评价就是 尽管过去20年曾经发生过多起致命的恐怖袭击 但是呢 印尼公民依然是对国内的治安相当的有信心 无论如何 调查机构在这个结论当中也有提到 这份清单的只是提供让你参考一下 那如果你真的是要到这些国家旅游之前呢 还是必须要做足功课的 泰国曼谷最近在一个旅游相关的调查当中也是榜上有名 而且呢 跟印尼一样排在第九 但是这个是全球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第九名 泰国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 Thailand 昨天就公布 全球十大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名单 泰国呢 就是唯一入榜的东盟国家 当地的相关机构在进行检测之后就发现 首都曼谷有十个地区的空气质量是超标的 因为他们的空气流通性很差 民众会吸入过多的粉尘 会危害身体健康 那当局甚至还建议当地民众出门的话 应该要戴上口罩 那在这个榜中排名第一的就是印度新德里 接着就有孟加拉的达卡 中国上海 还有尼泊尔的加德满都 印尼是最安全的 曼谷呢 是空气质数最差的 在菲律宾马尼拉呢 就有一个最诚实的商家 不过呢 这家店呢 却因为顾客很不诚实 才开业七个月就关门大吉了 根据了解这家店的名字叫做 马尼拉最优城市商店 它是一个杂货店 去年六月份呢 在马尼拉市的警察总局 大楼里头开张 由警方来经营 主要是卖一些快熟面啊 饼干啊 饮料啊 还有各种的零食 那店里呢 就是不会有人看管的 商品都有自己的标价 那顾客呢 你在买这个商品的时候 只要依照这个标价 直接把钱放到这个收银盒里头 再自行的找零就可以了 马尼拉警队希望呢 用这种经营方式 可以宣导诚实的美德 也同时洗刷警察的贪污形象 不过呢 这家店才开业七个月 警方就因为每个月都亏损 所以呢 上个周末就已经决定要关闭这一家店 那当地警方就强调 虽然这个城市商店是开在警局里头 但是呢 它们的顾客群不只是有警方 还有一些前来报案的民众 接着我们来看各报的重点新闻 The Star新报 国内最近有不少网民因为在社交媒体上 发表不当言论而受到对付 包括受到惩罚以及陪上工作 专家认为有关当局是时候在学校设立网络行为相关课程 新周日报 吉马轮国席补选传出派钱汇选宜云 竞选门2.0主席范屏东就指出 只要竞选开销不超过20万令吉 向志愿者发交通津贴并不构成选举罪行 南洋商报 马建谱总裁阿默在尼奥马认为 我国的回教银行领域发展迅速 未来有可能会取代传统银行成为国内甚至全球体系的主流 中国报 关税局正式向走私烟酒集团发出最后通牒 同时也警告国内商家不要再以不知情作为理由继续售卖走私烟酒 否则将会受到严厉兑付 光明日报 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才表示 酒店属于私人场所当局不会强制禁烟 但是为了减少吸烟环境 卫生部接下来可能会探讨对在酒店内吸烟的住客征收额外的收费 光华日报 大马道路安全局正在研究 把左边车道只让摩托车使用的建议 从而降低摩托车歧视交通意外的死亡率 直播吧早点online今天问题跟今天新闻就到这里 我是辛睿 我们明天再聊